你知道嗎 現在買新房 可能比你買這個中古屋 還要更加划算 尤其在三重還有細紙都是 專家就要教你三大撇步 讓你可以在雙北買到便宜好房 鏡頭轉到三重的人藝重劃區來看 對比後面一棟棟的老房子 在這裡同個時期就有超過十個建案在動工 也激發當地的鋼型需求 坐落高速公路北側 五分鐘到台北市中心 交通因素加持 連室內規劃也有巧思 挑高三米二設計的方正格局 靠純白大理石裝潢 延伸室內放大空間 單品開價46到50萬 預售成績超乎預期 其實他們有非常強大的換物需求 他們要從公寓換大樓 然後從大樓換到更好的 這個居住品質的一個 結合住宅的社區 我們每一週的來人 都是破百祖 四字頭房價花一千萬買三房 吸引小自足目光 對比三重中古屋 單品均價落在39到45萬 甚至不乏要上五字頭 買新屋比買中古屋 划算的例子還有著 在細紙紙塊人人搶的黃金寶地上 可以看到後面呢 還是有不少的建案 正在施工趕工當中 其實在這裡 竟然還出現了買新屋 比中古屋還要划算的現象 地上18層 地下4層 規劃三到四房格局 前三區已經百分之百完銷 第四區開案 兩個月就熱銷超過八成 施價登陸更揭露 單品甚至曾經開價33萬 遠低於當地的中古屋行情 它是屬於類重化區的一個概念 來去做這樣的推案 那當然跟市場的一些 中古的產品來講 它一定有一些區隔性 那會吸引外地的一個區域客 過來這邊購物 重化區內蛋白地段 剛性需求大三大因素支撐 傳統燙金交易熱區重新洗牌 也讓買方意外撿到便宜好屋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駕駛